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0年3月 该场组织了安全检查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分析表明 现场作业人员没有意识到事故隐患占31% 这里面我们上次讲了 在月体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一点点概念 看到跟我们安全相关的 还有就是主要是争取它做的不对的 或者可能跟我们要分析的事情有关的 我们做一点点笔记 对吧 所以像看到这个字眼我们就很敏感 什么字眼呢 没有意识到 这个字眼就比较好 最好对我们作题比较好 并不是实际情况很好 好 没意识到隐患占31% 查出两个重大事故隐患 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给大家在这个字架架下 对吧 重大事故隐患 整改难度就比较大 要局部停散或者全部停散 只要负责人来负责整改的 这个隐患 2021月份其实已经出来过了 这就又有一个字眼其实挺好的 比如说这个三月份查出来的两个重大隐患 其实早在一月份已经出来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都比较熟悉了 看来就我们平常讲的旅教不改 一直都没有及时整改 好 重大隐患没有整改的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阳化旅厂它这个假车间认为是以车间应该负责整改的 但以车间不是这样的原因 它又认为是假车间应该负责整改 重大隐患二是我们这个阳化旅厂认为是它外包给机企业的应该出整改资金 然后机企业又认为应该是你阳化旅厂应该出整改资金 简单一句话 就我们平常讲的TPQ 你说我 我说你 这里面就起码有一个东西我们应该明白的 责任是不够明显 相关的责任说不清 说不清 这是我们讲的多方在一起作业的过程中 典型的一个问题 好 接下来这题目就问了 针对安全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 不就发现了这个情况吗 第一个是员工没有相关的一些意识 隐患占比比较大 还有那两个重大隐患的 没有 定义没有改 问题也阐述出来了 还是在做的过程中一样 这点已经慢慢慢慢渗透到我们以后各种做题的过程中了 所以大家要慢慢的跟着我的这个思路 给大家构成个体系和做题的这个方法进入这个状态 也是做个基本的画 当然这个题目我简化了一下 画的也比较简单 当然在画简单基础上呢 这个局部画的就比较多了 就像把两个重大隐患直接就画出来过了 当然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画直接画两个 等于全部都画了嘛 对吧 你可以标识性的画一下就行了 标识性的画一下 做个标记达语码 这里面标一下 这里面标一下 做个意思 就证明后面可能你还看得到的 好 其实这个整改措施 大家看看怎么提呢 怎么提呢 考试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了 这是控制有两个方面 控制措施或者整改措施 或者预防措施 一个是技术措施 一个是管理措施 这里面是问你检查出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般就不要展开了 不要展开 像前面一道题 问你为了防止这个事故 采取哪些措施 那个选择题 对于那就是属于技术措施的角度 从技术角度出发 其实没有讲管理的 我们在看情况 应该就跟管理有关系 就是相关的做法没做到 所以你就不要谈技术的事 再说对检查问题 我们是你讲什么我就做什么 所以检查不就检查 其实两块 一个是没有意识到隐患 所以这个起码可以看出来 相关的教育培训肯定没做好 做好的话 大家应该是有概念的 所以大家有个思路 不就那么多吗 然后看后面 企业各车间都弄不清 所以相关的责任制肯定是没有弱势的 这个是该是你假车间就假车间 该是你倚车间就倚车间 结果你们都搞不清 说来说去对吧 责任制起码要讲 像后面重大隐患 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相关方的管理 肯定相关责任没有弱势 大家学法律的时候 有一个肯定要考的 生产法里面 就多方在一起作业的时候 要签进相关的协议 明确各自的职责 对不对 像这个的话 这个洋化理想要统一其他管理 都是基本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就明确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相关责任不明确 好 看到这里面 他就提到这个资金的问题 看来企业里面 安全投入肯定没做好 好 起码你写这几条 四分或者六分 你也大概是得了一些 为了确保的话 你可以再加两条 所以给大家看个参考答案 所以大家要有个思路 还是那句话 我们构筑体系之后 是以不变应万变 考试随便上来哪类型的题目 我大概从这方面去答 我能得到一半分以上 就及格了 好 这里面给大家看几个参考答案 第一个 因为它没有意识 所以增强意识的话 就靠就业培训 第二个 你都不知道谁做的 所以要有责任制落实 见日健全责任制 第三个 他们互相讲 你我出 你出 我出 是不是要签订相关的协议 明确各自的职责 同时关于资金的问题 我们就安全设计投入 这几条是肯定可以写的 好 写完这几条 起码四分 常规之假如这道题 就四分 四分就得到了 我们怕它 到时候考试 它大概会呈现几道题的 总题目有分之假如二十分 四道题 可能四六 四六 对吧 大概能知道 假如这四分我就够了 如果怕它六分 我再写个一条到两条 起码即使是六分 我这四分也得到了 所以确保我们分能得个接近满 所以可以多加一条 老是多加一条 我就随便写 不是随便写的 像这 隐患排查治理 它没有做好 要及时增改 它没有做好 对吧 所以要建立相关的 这个隐患排查相关的制度 要完善了 你查出隐患要及时增改 而且你却不增改也不行了 而且平常要加强检查 否则就不至于 像这个隐患都 占了那么多 平常肯定检查少 如果及时检查的话 你隐患不会那么多 所以要加强相关的一些检查 也可以讲 当然了 针对重大隐患 这是常年考的 前面也提过的 重大隐患的话 你可以再针对它的 整改方案描述一下 重大事故隐患 是要专门有整改方案的 好 这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 答题 这样的一个思路 这里面给大家同时讲一下 我们教材上的答案是这样的 不是太完美 当然也可以描述的 所以我们教材有一些问题 之前也提过 我们看一下 他讲加强教育培训 便是隐患现状 当然可以 但是这个描述跟这个 不是很配套的 从更专业一点的角度讲 这个加强教育培训 当然也还是对应的 对吧 然后明确各方面职责 其实就我们讲的最根本的 就是责任制度的问题 然后再明确 所以就要有从前写到后 直接这样写 不是那么的完美 注意好 我们考试 我就教给大家 整体的思路 不管你什么样题 我都能写出来 而不是突然来个这样 我们都没思路去写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 它有前有后 我们知道大概怎么按这个思路写 而不是突然来一个这东西 对吧 当然了 这里面有一个挺好的点 就可以把具体的名字 可以写到我们答案里面去 这是挺好的 好 明确于这个企业的这个生产责任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相关方的管理 已经要从大写到小 才能 这是这样来的 所以直接这样写的话 你都不知道无从下手 除非你专门做这个工作 你可能才明白 好 这里面 我就稍微啰嗦一点 给大家反复强调这个概念 怎么前前后后的关系 我怎么引到这个思路上来 若是这个整改 就及时整改 所以书上这样写 问题也不大 但是不够完善 不够完善 然后我们自己掌握起来 不容易掌握 所以给大家这样一个参考 这样一个参考 好 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可以多给了一到两条 在考试的时候 怎么去把握更多的一些分 也是准确的 好 这个希望大家就理解了 理解了 实际上不仅我们这个专业方向 别的专业方向 这个实物教材 也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类型的一些小问题 所以大家辩证的看就好了 以往的书记也是一样的 以前版本的 好 我们讲例三 对应教材的这个案例六 某旅厂下设办公室 柴块室 生产运行部 设备部 供应部等 六个部门和四个车间 这个注意一下 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看 就不再描述 偶尔再给大家练一练 这个是基本介绍 你懂也好 不懂也好 我们可以不用画 再给大家一个理念 假如 因为我又不在这个 旅厂这一块 虽然我们都是野精行业 比如说我也不太熟悉 没关系 但凡考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整体描述 你就跟着我们思路 跟安全相关的画下来 整体概念上不是太懂 没关系的 像这个它基本的介绍 你不知道没事 我们直接往后看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可以不用画了 好 现有的四条 铺利涩染线 总资产7.8亿 这也是介绍性的 就不用画了 该厂主要设备有 连注机和混合炉 这就可以画一下 连注机 它相关的可能会产生一些 某些事故 我们就是做这个事的 危险有其他因素 辨识控制 首先你要知道 这可能产生事故 这就是我们安全要做的事情 像混合炉也是 所以这可以画一下 这相关的设备 或者叫某个工艺 可能会产生事故 我就要画 实际上过程中 为供应商用铝包车 将熔融液态铝 送到熔柱生产线 像铝包车 这个相关的 企业内测量 这个测量 可以产生测量伤害 这就可以画 熔融状态 一看就知道非常高温 高温我们可以产生灼烫 所以这样的事故 我就可以画了 送到熔柱生产线 这其实也是相关的了 乔氏起重机 将中空包内的铝液 调运到泄料平台 然后再加入混合炉 而球是起重机 起重伤害 所以我们画 电加热混合炉 也是这个炉 也可以画 就刚才讲的这个混合炉 你刚才画的 其实不画也行 画也可以 好 铝液在添加 其他金属后 经连注机 做成这个铝钉 刚才也画了连注机 这不画也行 画也可以 好 包装机 这是相应的设备 要画 打包成每盘一吨的铝盘 随后送到成品库堆存 库房内 铝盘堆放不少过两层 这是基本的描述 可以不用画 不用画 库房内另存 有空压机及储蓄罐 空压机 它可以发生某些事故 对吧 储蓄罐也是 所以这就要画了 好 储蓄罐的特点 0.6兆帕 十个地方 暂时可以不用画 为什么呢 如果他讲了 除什么气体 可能跟一个有关系 我们前面讲过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 起码是做题的职业敏感性 或者在企业职业敏感性 这什么 重大危险源 他这个可以转换过来 对吧 转到我们长压状态下 加上密度 就可以出来质量 质量跟他的灵机量一比较 重大危险就出来了 所以看到这个就能反应过来 但是这个可以不用画 为什么 他没有其他信息 看来是考不了 对不对 所以注意 我们现在给大家教的是以考试为根本的 同时辅助整体的一些描述 让大家构筑这样一个知识体系 即使平常工作 我们也能应对各种情况 还是那句话 我要把你变成 起码是半个专家 或者是真正的专家 通过这次学习 好 干场建立安全事件宅人制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这是常规描述了 讲的挺好 好的我就不画 对吧 或者基本介绍我不画 然后指定生产运行部负责安全事件工作 这个指定这个概念就感觉 有点很民间的说法 所以我们感觉不太合适 什么叫民间说法呢 一般做的不太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下 反正画的也不多 所以做个标记 做个标记 并由当班的教育员具体负责 你看都没有说那个点 回到我们基本的要求里面 没有专门的人员 这就能看出来了 其他部门各自负责自己业务范围内的事件工作 各车间主任同时兼任车间安全员 所以这就看出来了 所以同时兼任也这么画一下 所以这个指定 所以没有专门的 才随便一个指定 对吧 所以这里面就感受到 好像没有专门的人员 所以隐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 好 在该普里射箭 为方便废水的收集 在混合炉旁边建了积水坑 好 这里面教大家一个 以后考试做题的一些方法 或思维 你考其他三门课 我们这是十五第四门课 其他三门课在选项中的一些描述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做选择题 它一些描述 这一看就很民间 什么叫很民间 考虑假如我们什么建设方 跟思维方等等 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 可以压缩工期 这样能合适吗 对不对 根据我们的需要 根据市场的需求 压缩工期 一看就比较民间 或者比较私下的一些想法 虽然可能有这样做的 但其实是不合法的 对吧 所以私下的一些做法 其实拿到我们考试角度上来 它都是有问题的 都是有问题的 不管你是法律法规 还是技术 还是管理 到我们十五 好 所以这里面有个字眼就很民间 或者很私下的感觉 就为方便 不都为了方便做一些事情吗 所以感觉就有可能有点问题 所以就要画 在旁边 为方便后面就有件事了 就在旁边 做了这样的积水坑 其实看到这个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反应了 这个相关的炉 它是非常高温的 旁边如果 你看这旁边就有 有水 高温遇水 就可以炸 我们说通知 为什么会炸呢 因为这个水 遇到高温之后 气化 一千多倍 体积迅速变大 变大不就炸了吗 所以大家 你在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冶炼企业 旁边我们都是严令禁止 不管是一些渣 还是相应的金属 融融水状 对吧 不过炼铁 炼钢 或者炼别的 只要是活法的 都是这个角度 你遇到水就完蛋 所以我们严禁的 所以这个作就有点瑕疵 所以看到这个未方便 我们就画出来 给我们暗示 其实我不在这个旅厂工作 我在钢铁厂工作 这个思路也是一样的 思路也是一样的 好 冲刷地面的废水 可以流入炉旁的积水 可能就是对应描述的了 经排水沟 直接排到场外 混合炉 灌的铝口 距地面2.2米 2.2米我们就画了 超过两米 就可能有高速坠落 所以画了一下 又来一个未方便 对吧 你看到这个事情 就很敏感 未方便清到铝业 在灌铝口 我设置了1.5米的平台 所以后面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平台四周设置了0.8米的护栏 当然这个就难了 这是我们相当于技术的模块 我们实物 其实要考30分的技术 给你先改个前程起来说 我们不是还有安全技术吗 那是常规技术 我们专业技术是在我们实物里面考 所以这就难一点 但是我们隐约感觉 未方便后面做的可能就不太对 如果我们不懂 也搞不清到底哪不对 如果懂的话 可能这护栏高度就不太合适了 但是后面就隐约 就有这个暗示 所以我们养成这个习惯 阅题的习惯 好 为随时准确了解 履定的这个周到情况 操作人员通常采用 我们直接肉眼 就直接裸眼直接看 这样的话 这温度那么高 没有光伤害嘛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 为随时 这样一个问题就可以画了 隐约后面就有问题 这个是看得出来的 直接肉眼 不就是 对吧 观察的方式 来看他周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就做了几个画的 好 该场拥有员工3000人 2014年发生了三起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重伤 两人轻伤 好 这就是基本的这个描述 好 我们这道题 针对我们这块内容 我们只考 鲁厂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 并提出整改措施 之前我们讲无限运用辨识的时候 这也有一道题 道题变难了 按64-86的时候 这就可以做一道题 这个相关的可能产生哪些事故 对吧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画 画完之后 虽然我们讲的时候是拆开讲的 但考试它是一个大的 像这样一个大案例 好几道题的 就会排到用场 画完之后大家看 就不那么复杂 那么多 假如你不是在这一块的 可能就不太熟悉 没关系 这样凑立出来之后 就是纯安全方面的了 这就分析来就简单一点 注意 所以怎么考也很重要 对吧 好 这个鲁厂安全生产隐患 在哪呢 你不能说 哎呀 这个有混合炉 就是隐患 有连住机就是隐患 求是启动机就隐患 还有那句话 隐患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了 隐患是已经呈现的人物 环管方面的问题 问题大呢 当然是个定性描述 对吧 在一进程中就是重大隐患 小的就是一般隐患 所以有这个东西 不代表它就有问题 只能就可能发现 发生什么 就微信 因为便是可以有 假如这个启动机 就是启动伤害 所以在那边有问题在哪呢 所以我们这后面 隐约感觉 就可以发现一件情况了 指定谁谁谁来做 相关的工作 车间里面也是坚韧的 所以没有专门的人员 如果 还是那句话 我们实物是兼容其他三门课的内容的 同时再加上我们本专业的一个技术 所以等于十四个方面揉在一起的 所以看到这个呢 就是我们法律有基本的要求 我们后面还要专门再讲 在第二模块 我要给大家专门再提的 这里面我们这属于高危 经济研究所属于高危 高危就必须设机构或配专员 它这里面就没有专员 这就是属于隐患 人物环环方面的问题吗 有隐患的话怎么改呢 对应就是设机构或专员 你没有就设 所以这样种类型的题目 还是比较好做一点的 然后呢为方便在旁边做了积水坑 这样的话就有隐患 稍微一个高温一碰出来就直接炸 本来做一些防护 或者旁边没什么人的话 也不容易产生灼烫对吧 虽然也有这个情况 这叫可能就因素变身 你有水问题就来了 所以这个隐患就是旁边不能有水 怎么办呢挪着别的地方去呗 对吧去掉呗 这起码打了一个 再改一个 一阵一反 一描述不就两分吗 这道题最终是六分 没有设机构或专员 然后要设各奖一个两个 然后有水旁边 要把这个去掉 又两个 这不失调就出来了吗 好 然后为方便做这个平台 这个比较难一点 假如我实在说不上来 我忘掉了 或者不记不得 这块就搁单了 假如你懂 这个霍兰的高度不合适 要增改 达到一点高度 对吧 像我们在最基本的 基本的高度是个0.9 再说了 考试你应要写这个吗 待会题目给大家一个提醒 我就不写这个高度 我就说你不符合要求不就行了吗 我为什么要讲出答案来呢 这霍兰的不合要求 按规定进行整改 就好了呀 它又不是选择题 而霍兰要多高 没有讲 当然霍兰按我们这个平台 不同的高度呢 它的高度也是有差别的 但基数是个0.9 对吧 这不就出来了吗 好 后面起码这块你就知道的 直接用肉眼来看肯定不合适 你要带护目用的 对吧 面造也行 眼镜也描述也可以 对吧 这一块要讲 所以起码 这道题 起码可以说出三个隐患来 再改三个 起码也是六个 你有底细知道怎么描述 也行 好 所以给大家看参考答案 怎么写更合适 好 这是我们书上这样写的 在这里面也阐述一下 我们讲书上写的时候 结合我们考试 给它在书上技术上做点调整 好 这两个隐患 没有配置专制人员 其实完整的可以这样下 按我们的规范 对吧 没设置机构或配专员 这其实都可以了 都一样的意思 对吧 其中是专员嘛 第二个 最好写的往前面写了 没有佩戴面罩 对吧 主要是对眼的保护 所以这两个是很明显 可以往前写 然后旁边有积水坑 高温旁边不能放水 护栏 所以这个写法就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这两个我会 我先写 这三个我先写三个 写三个我再改三个 怎么改三个呢 第一个 改不就配专业人员吗 第二改不就 该面罩就面罩吗 防护用品对吧 第三个 该挪走就挪走吗 好 一二三分 这一二三分 六分就到了 所以我后面特意提醒了 按点得分 这样的题一般最多就六分 你写八条也是六分 你写六条也是六分 所以写到这就可以了 如果你知道这个 它考题设置这个含义 这块肯定是有点问题的 只是我们没找到 你可以写 好 写的时候假如 你又不是太清楚 书上给的这个参考答案 这个就比较合适 忽然高度不符合要求 这是讲问题 好 改 按要求来整改 按要求来整改 怎么整改 改得多高 我没记住 那么多细节 对吧 技术小细节 我哪记得那么多呢 你就讲知道它错 讲按要求整改就好了 就把不符合要求整改掉 对吧 就按要求整改 行了 就跟前面中大危险员一样 但凡考试 让你便是中大危险员 它肯定是 否则它就没得考 只是你不会算而已 所以不管你会不会算 你大概算一下 你就答 它是重大危险员 或者这个企业 存在重大危险员就好了呀 所以你要知道 它题目淡开的这样一个想法 或者考试我们怎么去呈现 我便傻傻的 我想这不合适 应该是解 你随便写个 写个还错 你不写这样看也是对的呀 整改就按要求整改 说的没错呀 对不对 你分子还能得上 好 针对这个情况 这是一个 关于考试的时候 怎么写 和答案怎么写 把明显往前写 这个辞入都很好 还有两点 我特别用了这个暗沉的颜色来描述 书上这样就没有必要了 开展超级规程 安全规程的这个培训 其实这个就可以没必要写了 还有后面 建制建签相关制度 剁结违章行为 这就没有必要写了 他讲了 针对这个隐患 怎么改 这隐患很明显 改也对应一条一条来 我们就不要画蛇天竹 所以这个就不要了 虽然实际 在这个上展实际 这样去做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真正去开展工作 可以做一些拓展 考试 我怎么以最有效的先得到这些分 所以这个两条 你放在哪都不会错 在这错没有算错 只是这样写不合适 而且它出上这一呈现 我们自己学的时候 如果我不这样提醒你 你都不知道按怎么输入去记 所以你都是每个个体 我们要把它抽离出来 形成一个模式 变成一个整体 所以二和六 你看出的时候就略过它 这样的话 对应起来 但凡讲隐话 我明白了 呈现什么问题 把那问题纠正过来 就是这样弄的 就这样打就好了 如果实际工作 你可以再做一些拓展 这里面 把工作和考试 做一点点的分离 这一点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这是这道题 希望大家通过我们阐述 不仅是题目 我大概明白了 怎么考试 怎么写答案 怎么规划 都有个实录 好 大家看第四题 某建筑公司 原有从业人员 六百五十人 为了解缘真效 在一千年三月份 裁员了 裁了三百五十人 看到这个人 为什么换呢 学到后面 我们有一个叫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跟人都有关系 所以它一般用人 描出来 后面都有类型的统计分析 那么前死亡率了 百万公司 伤害率了 等等类似的这个东西 一般都有 只有画它一下 所以等我讲完各个知识点 形成我们这个题之后 你就知道 为什么画这些 目前我们画个基本的 所以你慢慢去感受 所以把它人画了一下 财员财到后面 不就等于三百人了吗 现在对吧 就三百多人考试 不是要出六百五了 要出三百五 对吧 三百多一点 好 质量部 安全部合并为治安部 原安全部的八名专职人员 转到二级单位 原安全部的职责 转入治安部 就有两个人来承担 所以这里面 这个转入可以稍微画一下 就可能隐含了一个东西 它这个安全工作本来是专职专员的 可能到后来就几乎就存现没有的情况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要注意 因为建筑工程公司 建筑事工这块也是高位 必须配专员 所以这块就可能有这个问题在 所以我们感受到这个东西 我画一下 提醒我自己 好 希望大家明白了 好 一万年五月 公司获得某住宅楼的这个呈现合同 中标后 转报给了长期挂靠的包工头加谋 这肯定要画什么呢 就是长期挂靠 一看讲挂靠 就不合适嘛 包工头肯定也是不规范嘛 这里面什么不规范 长考的描述 就是知智问题 所以你学法律法规 做什么事都要有对应知智的机构 对吧 或者人员是具备某种资格的人员才能开展工作 所以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 所以甲某也可以画一下 因为这个角色问题 就跟我们前面某假公司 以公司丙公司这样的意思 对吧 或者ABCD 所以第一个 这个肯定画一下 第二个 这个甲某也可以画一下 甲某就在一起了 角色问题好分 到时候谁的责任谁的问题 对吧 好 从中数据管理费 这个讲完了 这个后面就不用再画了 好 5月 甲找了 C公司负责人 借吊车调运 其中 及这个组件 吊车 车辆这一块 画了一下 并借用了这个 相关的驾驶员 乙和饼 这是角色问题 画了一下 这到时候谁是谁呀 对吧 好 10月7日中午 已把额定 其中8吨的其中 汽车式的其中机 开到工地 这是其中机械 所以也画了一下 并用汽车车辆 画了一下 将塔斯其中机 相关的组件 运到工地 然后 以 驾驶 这个其中机 开始作业 C公司 机电队和运输队 7名员工 开始进行组装 然后呢 就讲 因为这个油料用完了 天也黑了 无照明 好 在这边就 讲了无照明 我们就感觉到 可能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无照明就不合适 这是作业环境的问题 对吧 所以画了一下 丙要求下班 假不同意 丙要求下班 假不同意 就是看出一个东西来 法律这块是年年必考的 所谓我们讲 强力冒险违章作业 这个不合适 不能工作 不安全了 必须做 对吧 钱都拿了 你们对吧 还不做 这就不合适 所以这就隐藏了这个东西 所以可以画一下 好 然后假找了汽油 这时候飞行 无险的物质 可以发生火灾呀 爆炸呀 等等 对吧 所以这个画了一下 所以注意好 都是跟我们 孩子那句话 安全有关的东西 好 继续组造 二十发现 塔教的这个塔身 首尾道士 不就是不合适吗 对吧 无法进行对接 所以就找来 三明 注意好 所以这个是必须化的 临时工 一看临时工 下次也要养着这个习惯 一看临时工就知道他差什么 差教育培训 管理这些核心的 差教育培训就干什么 他做事就不按规章制度来 然后就随便做 随便做就会出现违章操作 然后就会出现事故 所以大家看市面上 前些年 对吧 一旦某将出事了 哎呀 都讲是临时工的事 就这个原因了 当然有的可能是 临时工顶包的 背黑锅的 但实际上呢 大部分跟着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看到临时工 我们就化 跟他临时工的数字 跟没什么关系 当然一方面 这个肯定也不太高 好 所以有这个东西是必须化的 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 这一点希望大家找到这个敏感性 所以边做提 以这个提为载体 给大家这样一个提醒 好 用钢绳绑定 人拉钢绳的方法进行扭转 所以后面这个做法 肯定是不是太符合 超超规程 超超规程这一块描述的 反正不用管了 反正有临时工就够了 好 转动塔身 倾斜向地面 最后人员因为躲避不及 早上三人死亡 四人重伤 好 这一块呢 如果画 后面我们还可以再画一个东西 就这个三人死亡可以画一个 知道为什么吗 所以我这给大家是一个参考 在这我就觉得可以补画一个三人死亡 或者你学了别的课 管理要学 法律肯定要学 关于这个事故的等级 对吧 三人死亡那就是教大事故 教大事故的话 相关的处理就来了 也可以问相关的问题 所以这都是跟我们相关的 好 这就画完了 画完了我们看看 东西也不多吗 不就这些东西吗 当然我们可能有落画的地方 没关系 但这基本上是差不多够用的 这样两面就变成了几行 就简单多了 而且画了之后也很醒目 你自己看这个字体也看得见 对吧 好 分析本次事故暴露出来的现场安全管理的问题 然后提出防止类似事故 应采取的安全措施 好 第一个问的是安全管理的问题 第二个是相关的措施 这里面像刚才这样问 刚才是讲 哎呀 有什么隐患怎么改 楼子要提变成这样的 请分析本次暴露出来的相关的管理问题 并提出对应的整改措施 对应的相关的安全措施 你都要对应一些 管理问题是什么 对应怎么改 你没有教育培训 要加强教育培训 就跟刚才那个模式是一样的 这个分成两个角度描述 这个措施就要想到一个东西了 这是宽泛的描述 我们最完整的技术措施是什么 有技术有管理 两个都要写了 起码可以帮你多得点分吧 对不对 所以就看到题目 他大概怎么问 我们就怎么去答 所以很重要是答众所问 好 现在看管理问题 看管理问题 我们画了650人到350人 这个也没什么所谓的管理问题了 对吧 好看这个 安全部就变变变 变没了相当的 对吧 安全部就心通虚设 纳入治安部 但是其实做相关的事就比较弱了 所以这里面就可能存在一个东西 专员的问题 这就是属于管理 对吧 机构吗 是机构和专员的问题 然后到接下来 长期挂号的包工头 这不是管理吗 你找的都是没有资质的 这也是相关方 对吧 这也算是相关方的问题 你要找就找有资质的 这是不是管理问题 相关管理不符合 这后面是角色问题 可以不用管了 这是起码这一个两个 可以写出大概两个来 然后看到这边 没照明 你还要求去做 这是强烈冒险作业 肯定不合适 对吧 肯定不合适 所以不能这样做 好 接下来一个就是临时工 要教育培训 肯定 对吧 要找是找专业人员 而且特别是这些地方 相关作业都是有 要辞贞上岗 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都要辞贞上岗的 所以教育培训 辞贞上岗的问题都可以描述 好 这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这个管理的问题 好 防止这个事故发生 这不是出现一个 其中相关作业过程中的一个事故 上次其中伤害 怎么防止这个事故发生 所以你要回答 从技术上 他应该怎么做 这里面很典型的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照明 他硬要去做相关的事情 所以这块你不能讲吗 要配相关照明 这算是技术角度 对吧 要有照明 然后有照明的话 你相关的 这个作业 得有典型的作业方案 而不是随便做 找来包工头 这样弄一下 然后临时供 随随便便这样操作 你有相关的作业方案吗 怎么开展工作 对吧 算不算技术角度的 然后接下来就再讲管理 管理角度就对应好讲了 你该设机构的设机构 该设站员设站员 要有资质就要有资质 对吧 要培训就培训 要辞职上去就辞职上岗 这不就出来了吗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这是我们是这样来的 将来我们看什么写 对吧 今天还要到写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就关于这个呈现的这个管理的问题 那在里面提供参考 有专员的情况 对吧 然后管理 你不能随便给没有资质的人做 这强烈冒险作业 对吧 然后没有辞职上岗 没有培训上岗 没有辞职上岗 这两个其实是相关的了 只是一个展开描述的问题 好 这起码都是常规四分 这四分就有了 四分有了 好 还是那句话 互相都有关的 它随便做 随便做就是 我们讲没有方案 跟这就有关系 规章制度超过规程 说到这里面 再提醒大家一下 只要这些东西 放在脑子里面是通用的 前面是讲过管理措施 对吧 常用的几个 再给大家带着回想一下 常用的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然后教育培训 责任制 应急救援预案 检查整改 这五个到处都是常用的 我们这里面 讲到这个规章制度 教育培训 别的地方可能还要讲检查 应急 还有责任制 当然了对应的 这个有就描述 没有就不用描述 对吧 相关人员的问题 还有投入的 案件投入的问题 你看情况了 这个专门讲了 你肯定要描述这个东西 对吧 关于这个相关管理 一般也不用专门记 那几个是常用的 你就想想 在这个我能不能写 个别过去 帮我辅助得分 这四分 我写五条 希望又得四分 好 这个希望大家心里有数 好 这个四分不就得上了吗 我们看这个 好 刚才那个对应先写过来 写到这个管理里面 对吧 管理里面 归章之后 归程 然后加强检查 杜绝这个 违章操作 加强相关方检查 教育培训 这不都可以写吗 然后可以补一个责任字 如果你不写这个也可以 不写这个也可以 好 前面就是赵鸣 肯定要写 对吧 然后组装方案 假如你没写 假如你没写 再六分 一分 两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六分 你得了五分 也行 也行 注意 也不错 好 这里面 希望大家明白 题目 我怎么去写 还有呈现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清晰明了 让别人 我们脑子里面也清晰 怎么 一步一步怎么来的 而不是 哎呀 怎么写 看到这个写着 看到那写那 就倒来倒去 倒来倒去 倒过三两点 一定要收集 先写技术 再写管理措施 一个个呈现出来 改设计老师一看也很清晰 产生的也很明白 这分子一下就出来了 通过这个分析 这个题目 还是那句话 怎么慢慢我们变成 我们的知识体系 怎么去解决相应的问题 怎么去看到阅题 阅题 然后怎么读懂 它题目的意思 怎么答题 就像刚才 这个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这个 他问问你的方式 直接问的是管理的情况 你要讲管理 不要讲技术 不要讲技术 然后讲这个措施 他没讲问你 对应整改 或者管理的措施 或者技术措施 他问技术措施 你就只能写技术 他问管理措施 你就只能写管理措施 如果他就问 相应的采取的防范措施 或者安全措施 预防控措施 你两个都写 这样分子才多 好 这个希望大家这就明白了 好 这是这一个 我们就把前面的第一章 先整体的框架就讲完了 第一章 起码有两个方面是必考的 第一个 是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特别是6411 这个角度的辨识 是肯定考的 第二个呢 就相关的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 或者整改措施都可以 后面叫整改 现在叫预防控制 还没发生事故吗 我给他建议题 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嘛 对吧 一步一步来的 对应本质上是没有变的 所以要知道 怎么去回答 怎么去回答 好像刚才讲的 两个地方是必考的 对吧 辨识和控制 讲到控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怎么去看清楚题目 他问什么 我写什么 如果他宽泛的问 我可以写的东西多了 他细问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不要拓展 什么叫拓展 他问技术措施 你不要想 要加强教育培训 就不合适了 他技术就某个具体的问题 对吧 怎么去防范具体事故点的 假如火灾爆炸 这个角度的 怎么不要发生火灾 对吧 爆炸 你可以写家乡通风 这个角度 探测报警 你就不能说 家乡教育培训 这就管理措施 所以这个要分开来描述 就在某个角度 所以他问的问题 答众所问 然后就把我写了四条 我写了六条 这样才合适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章 当然还有计算 就是重大危险源 关于判定和分级这一块 其他还有些 我们建立这样一个知识体系 这个思路 然后考试怎么去阅题 你都必须掌握的 好 第一章我们就讲到这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第二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